这次讲蜗具姑娘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俩一直想要个孩子 可总也得不到 最后女人只好希望上帝能赐给他一个孩子 他们家的屋子后面有个小窗户 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 里面长满了奇花异草 可是花园的周围有一道高墙 谁也不敢进去 因为那个花园属于一个女巫 这个女巫的法力非常大 世界上人人都怕她 一天妻子站在窗口向花园望去 看到一块菜地上长着非常漂亮的蜗具 这些蜗具绿油油水灵灵的 立刻就勾起了她的食欲 非常想吃它们 这种欲望与日俱增 而当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时候 她变得非常憔悴 脸色苍白 痛苦不堪 她丈夫吓坏了 问她 亲爱的 你哪里不舒服呀 啊 她回答 我要是吃不到我们家后面那个园子里的蜗具 我就会死掉的 丈夫因为非常爱她 便想 与其说让妻子去死 不如给她弄些蜗具来 管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黄昏时分 她翻过围墙 溜进了女巫的花园 飞快地拔了一把蜗具 带回来给她妻子吃 妻子立刻把蜗具做成色拉 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这蜗具的味道真是太好了 第二天 她想吃的蜗具 居然比前一天多了两倍 为了满足妻子 丈夫只好决定 再次翻进女巫的园子 于是 黄昏时分 她偷偷地溜进了园子 可她刚从墙上爬下来 就吓了一跳 因为她看到女巫 就站在她的面前 你好大的胆子 她怒气冲冲地说 竟敢溜进我的园子来 像个贼一样 偷我的蜗具 爱 她回答 可怜可怜我 饶了我吧 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 我妻子从窗口 看到了你园子中的蜗具 想吃的要命 吃不到就会死掉的 女巫听了之后 气慢慢消了一些 对她说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这样 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蜗具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你妻子 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我会让她过得很好的 而且会像妈妈一样对待她 丈夫由于害怕 只好答应女巫的一切条件 妻子刚刚生下孩子 女巫就来了 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蜗具 然后就把孩子带走了 蜗具慢慢长成了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 孩子十二岁那年 女巫把她关进了一座高塔 这座高塔在森林里 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 只是在塔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 每当女巫想进去 她就站在塔下叫道 蜗具 蜗具 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蜗具姑娘长着一头金丝般浓密的长发 一听到女巫的叫声 她便松开她的发辫 把顶端绕在一个窗钩上 然后放下来二十公尺 女巫便顺着这长发爬上去 一两年过去了 有一天 王子骑马路过森林 刚好经过这座塔 这时 她突然听到美妙的歌声 不由地停下来 静静地听着 唱歌的正是蜗具姑娘 她在寂寞中 只好靠唱歌来打发时光 王子想爬到塔顶上去见她 便四处找门 可怎么也没有找到 她回到了宫中 那歌声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她 她每天都要骑马去森林里听 一天 她站在一棵树后 看到女巫来了 而且 听到她冲着塔顶叫道 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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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蜗具姑娘立刻垂下她的发扁 女巫顺着她爬了上去 王子想 如果那就是让人爬上去的梯子 我也可以试试我的运气 第二天傍晚 她来到塔项叫道 蜗具 蜗具 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头发立刻垂了下来 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 这次讲蜗具姑娘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她俩一直想要个孩子 可总也得不到 最后 女人只好希望上帝能赐给她一个孩子 她们家的屋子 后面有个小窗户 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 里面长满了奇花异草 可是 花园的周围有一道高墙 谁也不敢进去 因为那个花园属于一个女巫 这个女巫的法力非常大 世界上人人都怕她 一天 妻子站在窗口向花园望去 看到一块菜地上长着非常漂亮的蜗具 这些蜗具绿油油 水灵灵的 立刻就勾起了她的食欲 非常想吃它们 这种欲望与日俱增 而当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时候 她变得非常憔悴 脸色苍白 痛苦不堪 她丈夫吓坏了 问她 亲爱的 你哪里不舒服呀 啊 她回答 我要是吃不到我们家后面那个园子里的蜗具 我就会死掉的 丈夫因为非常爱她 便想 与其说让妻子去死 不如给她弄些蜗具来 管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黄昏时分 她翻过围墙 溜进了女巫的花园 飞快地拔了一把蜗具 带回来给她妻子吃 妻子立刻把蜗具做成色拉 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这蜗具的味道真是太好了 第二天她想吃的蜗具居然比前一天多了两倍 为了满足妻子 丈夫只好决定再次翻进女巫的园子 于是黄昏时分 她偷偷地溜进了园子 可她刚从墙上爬下来 就吓了一跳 因为她看到女巫就站在她的面前 你好大的胆子 她怒气冲冲地说 竟敢溜进我的园子来 像个贼一样偷我的蜗具 爱 她回答 可怜可怜我 饶了我吧 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 我妻子从窗口看到了你园子中的蜗具 想吃的要命 吃不到就会死掉的 女巫听了之后 气慢慢消了一些 对她说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这样 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蜗具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你妻子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我会让她过得很好的 而且会像妈妈一样对待她 丈夫由于害怕 只好答应女巫的一切条件 妻子刚刚生下孩子 女巫就来了 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蜗具 然后就把孩子带走了 蜗具慢慢长成了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 孩子十二岁那年 女巫把她关进了一座高塔 这座高塔在森林里 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 只是在塔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 每当女巫想进去 她就站在塔下叫道 蜗具 蜗具 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蜗具姑娘长着一头金丝般浓密的长发 一听到女巫的叫声 她便松开她的发扁 把顶端绕在一个窗钩上 然后放下来二十公尺 女巫便顺着这长发扒上去 一两年过去了 有一天 王子骑马路过森林 刚好经过这座塔 这时 她突然听到美妙的歌声 不由地停下来 静静地听着 唱歌的正是蜗具姑娘 她在寂寞中 只好靠唱歌来打发时光 王子想爬到塔顶上去见她 便四处找门 可怎么也没有找到 她回到了宫中 那歌声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她 她每天都要骑马去森林里听 一天 她站在一棵树后 看到女巫来了 而且听到她冲着塔顶叫道 蜗具 蜗具 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蜗具姑娘立刻垂下她的发扁 女巫顺着她爬了上去 王子想 如果那就是让人爬上去的梯子 我也可以试试我的运气 第二天傍晚 她来到塔下叫道 蜗具 蜗具 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头发立刻垂了下来 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